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谈 老谈前一集说了国军如何失去中原 提到了八路军多次南下 特别是玉西这一地带 我们发现了台湾过去 其实在对发生在中原的战役 大家比较清楚的还是 徐半会战这一段 对 怀海战役 那也很多故事是我们没有听过的 老谈这一集应该还是有一些小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国军其实他失去中原 失去河南 他的过程是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前一集是以河南的黄河以南 也就是河南的河南为主 那这一集要讲河南的黄河以北 那我们知道在1947年的3月9日 国民政府将黄河隐归故道 让他回复到以前的河道 从近南就是山西南部的丰林渡 一直到山东的近南 就长达1000多公里 这个叫做黄河环县 可是没有多久 著名的东陵大岛孙电英 他在玉北的滩英的部队 在5月1日被刘波城的部队给辞掉 对于玉北的这一段的演变 我们这一集要透过一位河南老兵 他是住在桃园中立的 王亭县王伯伯 用他的故事来做整个的串联 因为他曾经经历过1943年的太行山战役 还有1947年的汤英战役 他大概也是台湾最后一位 曾经近距离接触过孙电英的老兵 那这样听起来 以他的资历来看 王伯伯的岁数应该是挺大的 对他已经要100岁了 记忆力几乎跟三年前是一模一样 王伯伯之后跟着一群新兵 渡过了黄河 经过了太行山 在河南的西北部林县 在那个地方训练 然后就被别入了第四师的特务点 这个王伯伯的经历听起来相当的特别 老台之前有说过东陵大道生电英 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就是个大佬出了军阀 可是对于他后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却没有太多的琢磨 其实根据王伯伯的说法 他们那个时候受训才五天 就直接拉到太行山去作战 那时政局早年有出版过一本书 叫做《记查游击上》 这讲的就是这一段的过程 总之那个时候国共 他们其实是在这一代是互相的防备 特别是刘伯成他的部队 就驻扎在王伯伯他们的部队附近 他说他们那个时候相隔大概20多公里 有时候还会抓到对方的俘虏 在看战胜利之后 他们与国军的第40军这些部队 后来就驻扎在玉北 那我们看地图就可以知道 沿着平汉铁路 由北而南是安阳 滩阴 新乡 郑州 许昌 所以就可以知道 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城市 孙电英他的部队奉命已返到滩阴 这个地点是安阳以南的一个重要的外围 所以王伯伯他说他那个时候到了滩阴以后 奉命驻守在滩阴城的东北角的一个阵地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 在黄河归流之后 孙电英的部队很快就被吃掉了 难道是因为这个风水被改变的关系吗 这个还是要从国共内战 第二阶段开始讲起 其实跟风水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那个时候国军是在1947年的3月 发动的重点进攻 东边左宫山东 西边左宫山北 湖中南的大军在3月19日进入了延安 季鲁玉野战军也在3月19日 下达了玉北反攻的一号命定 在这边先帮大家复习一下 前一集有说到湖中南的部队进入延安 毛泽东那时候踩行的是 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的战术的策略 1947年6月的时候 刘伯承跟邓小平率军渡河进入大别山 紧接着是8月城庚也渡河进入了玉西 没想到再往前推一点时间 1947年的3月 禁忌鲁玉野战军就已经发动所谓的 玉北反攻一号命定 意思就是说 河南的北部要开始对这些部队实行牵制的政策 是 其实这次进入到玉北 也是由刘伯承来负责 他那个时候调集了分布在河北南部 河南北部 还有山西东南的大概总共加总起来是10万的兵力 主要是以禁忌鲁玉野战军为主 那其他还有10万的民兵 另外还有20万的民工 他们对贪因实施围点打员的战术 准备围攻安仰 再借此来控制整个玉北 那守贪因的是孙电英的部队 那个时候是被改编为第三重队 隶属于第31集团军 归王仲连将军来指挥 所以这样听起来 王伯伯他们的部队 算是抵抗共军的首当其冲 对 王伯伯讲 他那个时候进入了新边第五军 是被选入了特务营的重机枪点 负责保护孙电英的安全 那在1946年春节过后 他们就转移到贪因 在2月的时候就已经有讯息 说可能会有战争 所以就加强战备 还把老百姓都迁入了城内 另外把城外一公里内的房子 全部都拆掉 清空色界 这个我们之后再讲到很多 像山东等等的战争 其实都是这个样 为了要防御 对 然后都把城外的房子都拆关 那王伯伯讲 他们特务第一引了繁锁的地区 是从小北门到城的东北角 所以在城的东北角的外号 建的碉堡 他就驻守在那个地方 他在城外足足守的 快要一个月 全身长满的戒穿 之后才获准缓缓 进入到城内 好好的洗了一次澡 这样子听起来可能很吓人 可是这其实就是战地生活的日常 是 那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进入到城内的第二天 共军突然之间停止的进攻 然后他也听到了南方的很远的地方 传来的枪炮声音 过了两天才知道 国军有部队来救援 结果没有成功被吃掉 会不会是王伯伯 他那个时候在战事的时候 可能唤听或听错了 又或者是说 像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那个又一次的遥远的枪声 其实王伯伯他并没有听错 因为那个时候 国军的确是派了第二快速重队 这些比较精锐的部队过来救援 那所以王伯伯他听到的枪炮声 其实是国共部队在那边作战 团乱的声音 救援的国军被围歼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共军用 掳破的105流弹炮 一次排开 过了十多天 就对着探阴城 兼顾的城墙 开始一阵的炮击 过了一两个小时 轰垮了200多米的城墙 攻入了城内 那王伯伯讲 他因为他命大 他原先驻守的碉堡 其实也都被诈拼了 如果那个时候人在那里 就没办法来到台湾 最后呢 孙明音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被葫芦吗 他是不是有做徒为的动作呢 孙电英他是被活捉的 因为后来有人讲说 他是绝食过世 那也有人讲说 他是因为心情不好 抑郁过世 那还有讲说 他因为是吸食大烟几十年 得了烟后利 后来呢 共军其实对他还算很理喻 所以就买鸦片来缓解他的症状 可是因为中毒太深 所以还是在1947年的9月30号过世 那除了孙电英被抓之外 呈现的时候 孙电英的幕僚 还有干部士兵 通通都被抚 主要是 共军那个时候是从东北角打起 连北大门都被炸平 至于像其他的大南门 东门等等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先用麻布袋 赚了十块 把城门都已经整个塞死了 堵死了 大家都跑不出去 所以全部都做了俘虏 那王伯伯讲 他后来就假装说 他因为在作战的时候 被炮声给震聋了 听不到 所以就被犯走 他就跑到了新乡 还有郑州 许昌 一路的打 一路的退 最后经过了安徽 江苏 湖南 广东 甚至于到海南岛 然后再来台湾 所以这个王伯伯 他应该是这个见过大江大海的老兵 而且一路跟着国军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这几集一样 基本上感觉他都有参与过了 那老谈这一集 应该是要说这个河南北部的变化 不过让我们好奇的就是说 这个王伯伯竟然还当过卫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王伯伯讲 他这一路打过来 他觉得最真相实弹的还是在探阴 也是最要人命的 其实王伯伯他为什么会变成卫军呢 这还是要提到1943年的太韩山战役 虽然说现在台湾没有什么人知道 可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场战役 关系到华北之后的整个的演变 这场战役呢 国民政府在黄河以北 在华北的最后控制区域也丢了 所造成的影响呢 就是国军离开的太韩山 整个太韩山就变成了八路军的天下 其实跟日本的一号作战 使得河南变成正空 八路军也南下 到底是一模一样的 我之前在大陆走南闯北 其实唯独就是没有到过太韩山这一块 我们也很想要知道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或者是说他这个怎么去影响这整个局势 太韩山呢 北起北京的西山 南道玉北黄河北岸 那西边呢 是接山西高沿 东陵的华北平原 长达大概400多公里 是山西东部 还有东南部 与河北河南省的这个天然的界山 那抗战的时候呢 其实国共的部队都在这个地方 那既联合又斗争 可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演 双方的关系 其实是越来越恶化 甚至还会相互的攻击 那王伯伯呢 他为什么会从国军变成卫军呢 主要是因为1943年的5月 日军对太韩山的国军进行了总攻 那为了要阻止入军的日军 那孙殿英那个时候派遣王伯伯 他所在的特务营 去临县东边的一个重要的关爱 叫做水治 去那边还手 他说他在那边打了三天 因为没有水 所以那个机关枪其实是很不好使用的 那成功阻止来犯的日军 他们在阻挡了日军的进攻之后呢 他们收到了下山的命令 王伯伯讲 因为太韩山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所以他们后来远远的看到了 平原中的安阳城 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 然后呢到了集结地就是新乡 那却发现说 他们的军长 也就是新武军的孙殿英 还有第24集团军的司令 盘炳勋 都宣布投靠的关精卫 这听起来相当戏剧性 莫名其妙的变成和平军 这个盘炳勋又是谁啊 还当过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 之前好像没有听过老台 特别提起到这个人 其实我们在讲东陵大道 内景有稍微带到一点点 那盘炳勋呢 他是河北省新河县的 他是西北军出生的 他后来也有来到台湾 就跟孙殿仲一起开了餐厅 现在立法院附近的北平上圆楼 那客观的讲 他在西北军还是有一些威望 就是有一些地位了 所以他的投降呢 主要是因为孙殿英支持不住 投降的日军 导致了1943年5月初 在太韩上的国军 第27军的三个师都被歼灭 据说后来能够集结的部队 这三个师剩280人 至于第24集团军的最重要的阻力 也就是第40军呢 也受到重篡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快要60岁的盘炳勋呢 也被日军逼到走投无路 后来只好投降的日军 变成了完经卫的和平建国军 原来他们变成和平建国军 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其实也有资料说 蒋介石那个时候 有写信给盘炳勋 希望说他能够委屈求全 这个目的其实是要保全部队 之后呢盘炳勋在监控之下呢 真的是还是跟国府 有保持很好的关系 那他甚至也还曾经 想要以演习的名义 准备把部队拉回到黄河以南 只是因为计划外泄 所以没有成功 那一直到了1945年 抗战胜利 所以他才重新回到国府的怀抱 所以难怪哦 这个王伯伯他们在抗战胜利之后 驻扎在安阳 新乡 汤英这一带 都是黄河以北的地区嘛 对不对 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地缘关系 可是呢 老谭刚刚也有讲到说 这场战役造成的影响是 国军离开了太阳山 使得这个太阳山呢 变成这个八路军掌握的情况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从抗战开始以后呢 1937年 日军在进攻山西 那盐锡山呢 他是山西王 那本来都是不准大家进入他的地盘 那结果那个时候盐锡山就同意说 中共的八路军呢 可以派三个师渡过防河进入山西 其中呢 八路军地一二九师呢 是由刘伯承率领的 他在山西的东南呢 建立了近东南根据地 之后再扩张变成了 禁忌鲁域边区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禁忌鲁域部队 他的由来 是 我们这边还是要说明一点 就是顺电英呢 跟潘炳轩呢 他们是在1943年 就投靠湾经纬 在前一年呢 1942年 日军也对泰寒山 还有泰越地区的大陆军呢 进行了一次大扫弹 连八路军的副参谋长 左权也正晚 最危急的时候呢 最后刘伯承他还下令突围 转到外线 那日军见到的计划落空 也就只好退兵 这也是中共在泰寒山的困难时期 所以也才会有所谓的精兵检政 这些政策推出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的太阳山呢 其实不认是共军或是国军 其实都受到了蛮大的损失 是 其实差别就是在于 八路军他的主力 最后有成功的跳脱出包围圈 潘炳轩的第二十四集团军 其实基本上没有跳脱 最后呢 只有第四十军的部分残部 由马法武带领渡过了黄河 那我们之后再讲 善党战役啊 还有邯郸战役啊 就会提到了他 总之呢 我们大会来讲 这个投降了日本之后呢 潘炳轩还有新武军的军长孙电英 后来就被调出了 生活非常艰困的太阳山 结果就死了太阳山 很快的就变成了八路军的天下 情形就跟我们讲的 一号作战的结果是一样 我们知道这几个省都有交界 又以太阳山作为戒山 老谈这边呢 就先不要继续展开了 留到下回分解 这边我们先拉回来 还是回到王伯伯身上 他们呢 自从变了卫军之后 他们的主要人物难道就是要配合日本人 打国军吗 其实呢 孙电英在投降日本之后 新武军呢 就被改编为南京国民政府的 第六方面军 那有人当然一定会私下说 孙电英是汉奸 那孙电英也知道 所以根据王伯伯的想法 孙电英那个时候 曾经对他们这些官兵讲说 人家都叫我们汉奸 那汉奸不汉奸 很快就会知道 最后你们知道 孙电英跟网军卫 对不对 对对 那都是假的 跟焦戒士嘛 他才去偷探 孙电英这个 他跟我们讲话嘛 因你都骂我们汉奸 等省了以后 看的是汉奸不是汉奸 他骂就叫他骂 所以呢这支部队呢 其实真的并没有跟国军在作战 那汉奸县伯伯还讲 他们在司令部守卫的时候 只要遇到了出事特别的名牌 不论如何 他们都必须要放心 所以意思是呢 在做一些地下的工作 就类似长江一号 黄河一号的这种感觉 有可能 那汉奸伯还说 他还记得在1944年的4月 有一天他们的班长 就吹紧急集合哨 大家就集合 那原来就是说 抓到的一名的共产党员 他到的集合厂 看到说坑已经挖好了 那名共产党员呢 被五花大阪的 搭到了那个地方去 有人用诊索一套 人就掉到了坑里面去 那其他的弟兄呢 一惨一惨的就把他给活买 那他说他那时候年纪小 看到那个情形 动都不敢动 我们知道 刚刚这个王伯伯 谈的是这段历史 是 我们也知道说 老坛是不拉仇恨纸的 在当时那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王伯伯他就只是个小小兵而已 什么事情也都不能做 是 所以呢 这支部队呢 就是出了太寒山之后 在平岩地区 严密的监控八路军 当然就是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啦 或什么等等 那所以他们在抗战胜利以后 其实并没有被解编 而且是就地的留在玉北 专备虽然说比不上正规的国军部队 可是又比一些油渣部队强很多 所以就继续的以八路军战斗 也才会有1947年的探阴之战 这个王伯伯所在的战边第五军 跟这个邱青泉的第五军 是有所区隔的 主要是孙电印的部队 王伯伯的故事呢 基本上是在串联这一整段的过程 也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以前比较没有注意的地区 我们会清楚这个来龙去脉之后 才能知道说 汤英是因此陷落 可是我们感觉到汤英 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市 为什么刚刚有提到说援军没有到 这场汤英保卫战 至少打了一个半月 大陆有一本书 叫做预北战役 它里面的资料有提到说 刘伯承动员的10万兵力 10万民兵 20万的民工 所以整体而言 其实是相当的可观 这当然不会是全部都用在汤英 可是整个作战的想定 就是要在汤英来做围点打员 我们从历史回顾来看 似乎国军会经常面对到 这种围点打员的战术 可是就结果论来讲 我们知道说 总是会往里面钻 感觉好像一下子就全部被吃掉 其实我们也不要以为说 那个时候国军的降脸 好像都什么都不懂 都看不出来 我们这边要提到一位降脸是 玩重脸 他是黄埔一起的 在他的同学里面 他的爬升速度 大概仅次于像湖中南 这些少数人算很快的 他后来接了31集团军的司令 在抗战胜利以后 奉命驻守在安阳附近的信乡 要负责整个的御北 那他后来来到台湾 就出了一本个人的回忆录 真诚回忆 是字印本 对于这一段有很详细的说明 根据他的说法 面对刘伯承来势汹汹 就是铺降的贪音 他那个时候 对范汉姐提出了三个的建议 其中他认为最好的策略 就是要孙电英的部队 撤离贪音 进入安阳 开会的时候 多数的参谋 其实也都主张这个案子 可是范汉姐 都不赞同 要孙电英继续的固守贪音 而且还派整编第三师 整编第49旅 也就是第二快速纵队 还有整编第32师 这三支部队要去正缘 看起来派了两个整编师 跟一个快速动队去救援 并没有见识不救 没有错 可是玩作年讲 这样子的做法 要去90公里外的贪音去救援 恐怕还没有到 宜沟以南的地区 他们左侧就会暴露 后方也没有强力的预备队 不仅救不了贪音 而且还会陷入到对手的陷阱 重蹈他在1945年11月 北上救援码头镇 失利的护侧 所以从来都没有不败将军 只有会检讨的将军 对 王仲年确实看得蛮透彻的 其实有吸取到教训 王仲年讲 他提了这个案子以后 他被淪汉杰骂胆怯 懦弱 他一激动就说 这个不是胆怯 不是怕死 这很明显就是刘伯成 在威廉打员的陷阱 那我们为什么要掉入 人家设好的圈套 最后经过的协调 调动真援的部队 有所改变 可是他还是觉得这样子不妥 所以又私下的打电报给孙电英 要他彻底探英 主要是因为王仲年他认为 就是刘伯成在这个时候 不会打持久战 如果把所有的部队 集中保安养 刘伯成只要打超过一个月 等于说就被牵制住 那这个时候 国军在徐州方面 近角滑野 就会相当的容易 这边整理一下 1947年的3月 国军那个时候改采重点进攻 东打山东 西打山北 蒋介石这一招确实 给共军带来了蛮大的压力 为了缓解这个压力 这个时候毛泽东 就叫刘伯成去打玉北 这样一来 蒋介石必然要回援玉北 所以山东跟山北 就可以喘一口气 没有错 其实大家都知道 彼此的想法 结果就如王仲年说的 孙电英在4月3日 就回电说 他要死守探英 以报国家还有领袖的治愈自恩 那天没有策 第二天探英就被合围 要走也走不了 为什么孙电英不走 前面有提到过 这个孙电英执行的是重点防御的策略 是 他真的那么听话吗 我觉得孙电英那个时候之所以 他选择留下来 主要是因为贪英的手臂 做得还不错 解放军没有重武器 根本打不赢这场攻击战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所以对这方面是辽若之掌 与孙电英有过接触的王仲年 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特别提到了孙电英这个人 说他头脑好的不得了 虽然是出身贫寒 不认识字 可是他打麻将的时候 只要摸过4000 就可以从那个牌的背面 辨认出100多张牌的3分之1的花色 打直骰子 推牌9 要几点就几点 神乎其技 这这样听起来真是一个奇葩的军阀 应该是讲说孙电英过去 与八路军也有一些互动 所以也很清楚对方缺乏重武器 所以大概知道对方的弱点 再加上他也到了摊印以后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把城外的房屋都拆了 加剑地奥宝什么等等 所以他知道八路军是不太可能 瞬间就拿下 更何况还会有其他的部队来救援 只是没有想到说 排桌上很厉害的孙电英 其实他这一把好像没有赌对 对 王仲年说孙电英没有撤离贪英 等到四面被合围了以后 每天来电报要求援助 那幻翰姐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极限 在这边设置了指挥所调动部署 那采用的是他之前给的三个建议里面的丙案 也就是最下策 那整个的细节就不说了 总之国军的援军 那个时候是分左中右三翼并进 那左翼受阻中央重队就遭到了迂回 那后来有一个礼接近到了贪英 大概三公里不到 看情形不对 就只顾后退 导致了右翼的第49旅 也就是第二快速重队被击破 只有一个团跑了出来 结果刘伯承得到了这些重武器以后 就打下来对付贪英 当然就孙电英被打垮了 接下来就是直接转向安阳 这个时候玩仲年讲 他说还好整遍第40师的师长李正清 及早的把安阳外围的这些据点全部都撤离 把部队还有地方团队 这些全部都集结在成交 再用火力来逆袭 最后逼着刘伯承放弃 就回到了鲁西 可是经过了贪英这么一打之后 整个玉北就只剩下了安阳 还有新乡这两个孤岛 从此以后 国军在王河南北的主动的态势就变成了被动的局面 影响了整个的大局 在这个汤英之战 其实出现了蛮多的变数 甚至出现了有国军将领 对于救援与否产生了争议 如果只用王仲年的回忆录来看 会不会太片面 那老谭你是怎么看 其实大陆对玉北战役 也有出了两三本的专书 那其中有一本是比较近期的 它里面有一篇是写到 王仲年在汕头的沿令都处下 沿着平汉铁路北上 到了4月10日 在伊沟以南 就发现了刘伯承的主力 立刻南退 刘伯承并没有捕捉到 可是刘伯承就研判 国军还会再来救援 所以就重新布置好口袋 用移动防御的战术 准备要诱敌深入 果着王仲年又被沿令北上来救援 这次就没有那么的幸运 在4月16日 国军的金瑞 也就是第二快速纵队 推进到了宜沟车站的东南 发现不对 那王仲年就下令撤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到了第二天 第二快速纵队 整个的护墨 所以有两边的说法 交互比对之下 其实整个局面 就如同王仲年 他所设想的一样 就是会有埋伏 是 其实整个局就是 国军重点进攻 山东还有三北 玉北是亚林的腰部 被斩断就会破局 所以一定还是要反守 可是你要反守那么大的区域 没有那么多的兵力 如果知道刘伯承 他的部队 专备补给 没办法打持久战 而且又都知道 对方会在哪个地方 设埋伏点 看起来的确是 如果收缩兵力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我们会这么的说 主要是因为 贪因在5月1日陷落 蒋介石在5月15日 发表了一篇 剿匪作战干要 最后强调 山东现在是主战场 而且也是决胜时期 只要能够肃清这个地方 其他的支战场 也就是次要战场 都要忍痛一时 必须要集中兵力来顾守 只要能够守个5到10天 就可以调动两个军 迅速到达任何一个被围困的地点 所以我们就从这一点来看 那个时候贪因的守军 也就是孙殿因的部队 如果能够先行侧道 比如说像是安阳或信乡 也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 其实我们都是结果论 在战场上面来讲 其实是瞬息万变的 也有可能就是顾守城市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结果 那我们这集其实可以把它看成说 国军如何失去中原的二部曲 也是这个解放军 四达安阳的前奏 我们连续出了好几集 分享比较少人去提到的中原战事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边 谭闭路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给我们观看 帮我们留言跟点赞之外 也可以利用Paket收听 欢迎大家在ApplePaket上面给我们留言 还有五颗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啰 拜拜 拜拜